防守腿都懒得端,一拳大爷扔三分 有一收益这群NB退役拳闭星表演赛 这观赏性让人看着简直摇头 据说这票价还贵得吓人 可当大到我看到这圆滚滚的皮尔斯和磁石瓶时 又觉得实在太过于喜感 特别是这张宽松球裤都称称紧身裤的布泽尔 跳得还没半块豆腐卤高 篮下控篮都搁不进去 咱又不得不感慨,岁月不饶人 想当年一个他一个傲酷 再加上AK基里莲科和小胖子德龙 这尼玛简直就是大学食堂的全民公敌 另外这铁渣里渣渣老成这样了 斯塔德梅尔胳膊道还有点轮廓 但这肚子上也都肥了一层 想当年这可是NB挡拆后的面框进攻第一人 而最让大到我有点看不懂的 是如今的艾福斯 之前放话不会再来中国 可这转头没个把约 不仅杀了个回马枪 还摇身一变成为NB退役大叔旅行团团长 球是不打的 脸是黑着的 票是很贵的 情怀是圈钱的 球迷在他眼里都是输酒菜的 连上个电梯都是要赶人的 艾福森之所以变成这样 一是因本身厂下的他就不怎么样 更大的原因则是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 篮球成为资本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华而言之就是钱来的实在太容易了 一向刚来中国的考亲司 据说极美给他开出的报酬是 打十天就是一百万 虽说考亲司如今还能打 但一些名气大情怀性高的 脱异巨星价格比这趾高不低 你从这一家的最大袋 我给了100万 150万 可能 只要 只要 对话我在大道看来 对于那些退役了混得不如意的NBA前居性来说 缺钱的来生国未来会成为一种常态 一向皮尔斯就刚刚被爆出已经还不起路虎的租车费用了 而艾布森更是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入不敷出 之前离婚还欠前妻三千多万 最后也奉劝这些曾给我们留下过美好回忆的NBA球星们 赚钱就该有个赚钱的样子 像字母一样认真教孩子们打打球 或者把你们在家乡开的训练营培训班带过来 总是这样一茶一茶的割酒才只是会坏了自个儿的名声 凉了球迷的心 最后只会是落幕收场 再也无人问津